我们今天要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讲什么呢 就是一个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在此之前我们所讲的牛顿第二定律 是针对着这个系统的质量不改变的时候所用的 那个时候的牛顿第二定律呢 本来SigmaF External MDV over DT 本来应该是DMV over DT 但是这个因为M它不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从微分号里头提出来 于是就变成MA 这个是质量不会改变的时候才能够用 现在呢质量会改变 质量会改变的话呢 我们要回到牛顿第二定律的原来的形式 这个形式牛顿第二定律还是可以用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质量不再是常数哦 它在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拿一种典型的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来做一个范例 这个系统呢就是火箭的问题 假如我们有一枚火箭 它在飞行了 在T秒这一个时刻 它本体的质量是M 速度是V 然后当T加DELTA T的时候 就是说时间加一点点的时候啊 这个火箭呢就排出了DELTA M这么大的废气 这个是废气 各位都看到电视上啊 太空窗要射上去的时候 那个废气啊 从这里头出来啊 哇那个好 好多好多废气啊 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化 那么化都 我们都不好来决定啊 它的这个速度是什么了 不好决定 我们就把它化成这个样子的啊 那并不是说火箭在飞的时候啊 它是放出一块方糖啊 这个就代表是废气 DELTA M就是它的质量 那么它以V的速度 以V的速度 往后 这个应该 应该是V V'的速度 V'的速度呢 你在火箭本身来看 这个废气是往外 往外飞 往外排出 相反的方向排出来 但是我们来看火箭的话呢 这个废气啊 不见得是往火箭的进行的反方向 它可能是往前方向 因为火箭飞得很快 火箭飞得很快 所以它废气相对于火箭来说是向后 但是我们在 但是我们在 惯性坐标的人看它呢 速度可能还是跟火箭一样 比火箭稍微慢一点 那么火箭的质量就变成了M-Delta M 它速度就变快了 假定它是V加Delta V 这一套是T加Delta T时刻的火箭 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求在Delta T的时间内 火箭动量的改变是什么 动量的改变 因为External 等于动量改变的 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所以我们看动量 动量呢就是 后来的动量 系统后来的动量 减掉系统起初的动量 后来的动量是什么呢 比如说火箭主体 M-Delta M 质量乘上它的速度V加Delta V 然后还要加上这一块废气哦 废气呢 质量是Delta M 速度是V' 那么这个是整个Delta T T加Delta T时刻火箭的这个动量 减掉起初的动量 起初的动量啊 就是质量乘上V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以后啊 我们可以得这样的一个一个值 M乘V 这个M乘V跟这个M乘V减掉了 消掉了 然后M乘Delta V就是这一项 然后M乘Delta V 再加上这个V乘Delta M V 真的我看看啊 我们先这样子 V'我们把Delta M提出来 有个V'这个地方有个V 那这个就V'减V乘Delta M 再减掉啊 这一项乘上这一项 但是这两个因为都是Delta M 跟Delta V啊 所以比起M跟V来呢 这个小的很多很多 尤其两个相乘 因此我们就妈妈糊糊 把这一项啊 忽略而不尽 因为它在巨大的量的旁边 所以它的量呢 小到可以忽略 于是它就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M Delta V 这个呢 V relative 就是表示V'减V V'减是废弃的速度 V是火箭本体的速度 因此呢 这个就是等于废弃 相对于火箭本体的速度 一种相对速度 Relative Velocity 它就是代表这个东西 于是啊 Delta V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External Force 这个是Net Force 这个是表示外力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呢 是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动量的 我们这是Delta P Delta P over Delta T 我们Take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那这个就变成DV DMV over DT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项啊 这个就等于这一项啊 等于这一项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变数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先把M当作常数 V来为分 这一项就是 我们把这个 是带这一项进去 那么我们现在Delta P 是这两个了 我们已经展开 变成这两个 MDelta V M乘上Delta V over Delta T Take Limit 然后这一项 为分 因为Relative Velocity 是废弃相对于火箭的速度 那么一枚火箭 它把它的燃料排出来的时候啊 通常它的速度都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常数 那么它的质量在改变 因此这个就Limit 就作用在这一项上面 于是呢 M乘上这个就是DV over DT 那这一项呢 就是 这个要注意 这里有个-DM over DT 这个要听清楚了 Delta M over DT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Delta T的时间里头啊 火箭放出的废弃质量是Delta M 这个只是正的 对不对 火箭放出来的废弃 一定是正的 质量 不会是负的 但是我们 到这个式子以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观点改变一下 这个是针对废弃来说的 他单位时间放出的废弃是一个正值 这个呢 是对火箭本体来说的 这是火箭本体所受的外力 这个是火箭本体的速 火箭本体的速度变化率 就是加速度 本体啊 那这个呢 最好也是本体啊 对不对 这两个都是本体 你这个怎么又把它变成废弃呢 这个好像 就说在同一个式子里头啊 并不相配 于是我们也把这个当作是废弃 当作是火箭本体 你看 当火箭本体放出一个Delta M的时候 那火箭本体的时间增加率 是正的还是负的 它本身呢 它减少了Delta M 减少了D 就是说DT秒 它减少了DM的量 所以DM over DT本身是负值啊 可是这个地方它是正值啊 那你把它改成负值 怎么可以呢 我们就在前面乘一个负的 负负才会变成正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一项啊 就是火箭本体的质量的时间变化率 好 现在这个式子啊 Sigma Delta Sigma F External 就不再是这个式子了 它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啊 重新再写一遍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重新排列一下 我们把MDV over DT先写 摆在左边 它的右边就是这一项 然后这个负号拿过来就变成正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你看 当质量不改变的时候 DM over DT等于零的时候 这一项就没有了 外力等于什么 MA 对不对 这就是以前用的 那现在这个质量不改 质量会改变就多了一项这个 所以啊 我们说一个系统 当质量会改变的时候 它的M乘A 并不单单是跟外力有关 还跟这一项有关 这一项是什么 就是它排出来的废弃速度的大小有关 还有跟它每一秒钟排出来的质量的大小有关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不仅与外力有关 也跟这一项有关 那我们就把这一项啊 特别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推力 Thrust 推力 推力就等于 Relative Velocity 乘上DM over DT 好 那么从这里头 我们就看 推力 推力跟这个乘正比 跟这个量也乘正比 所以火箭除了外力的合力会影响它速度的改变之外 它这一项是它主要的改变 就是说它放出来的废弃相对速度有多大 相对速度越大 这个推力就越大 还有跟它质量排出的时间变化率 质量的时间变化率有关 就是说你单位时间往外排出的这个质量越多啊 那么这个推力就越大 因此我们知道 一枚火箭啊 不像我们放这个冲天炮啊 冲天炮这个黑色的火药 它这个相对速度排出的速度很小 它质量它本身就那么小 所以它DM over DT不会大到什么地方 因此这个推力啊 不大 而且时间不长 因为这个一下就把质量放掉了 所以这个冲天炮 你看它了不起啊 只到了几层楼就没有了 但是火箭不一样哦 火箭这个燃料排出来的时候啊 它是炸出来的爆炸 它不仅仅是燃烧 它是爆炸炸出来的 速度大的不得了 还有呢 它单位时间放出来的质量很大很大很巨大 你要放那么久的质量 因此火箭带的燃料要很多很多 你看我们一枚火箭都是几十层楼这么高 它大部分都带的是燃料 好 这就是thrust 这个式子就是现在我们要用的 要记住啊 每次 你要做到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它就不是F等于MA 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OK 要记起来啊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有一门机枪架设在一部台车上 这个就是台车 这是机枪 这个台车呢 它在这个轨道上滑动的时候 混动的时候啊 我们当做是没有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 那整个台车跟这个机枪的重量 我们当做是200公斤 这个当然好像这个玩具一样的哈 我们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 其实一部台车就是用蹲来算的哈 200公斤 好 机枪每秒发射10发子弹 每颗子弹的质量是10公克 而子弹出来的时候呢 是以每秒500公尺的速度 从枪口射出来 这个速度相对于枪口呢 是每秒500公尺 现在要求火箭的推力 不是火箭啊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机枪 这个系统的推力 还有系统的加速度 OK 这是系统 不是火箭啊 系统的推力 跟系统的加速度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这是什么问题啊 要求力 对不对 力的问题 它写出推力了 推力呢 这个就是thrust 那就是 实际上会改变的系统啊 OK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用质量会改变这系统 的动力方程 这个式子马上写出来啊 MdV over dt 对于sigma f external 加上relative velocity 乘上dm over dt 好 写出来了 你现在怎么应用这个式子啊 我们以前要用牛顿第二定律 要怎么用啊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把关键物体找出来 然后把关键物体所受的外力 全部画出来 对不对 画力图 好 现在呢 我们一样 你要注意它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外力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 那这一项呢 我们等等会谈到 那首先要求的是推力嘛 推力就是哪一项 是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个 推力就等于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relative velocity 乘上dm over dt relative velocity就是子弹相对于机枪的速度 那就是多大500 每秒公尺 向哪一个方向 想定这个是x的正方向 它就是向x的负方向 对不对 是这个 向量哦 向量 dm over dt呢 每秒 本体所减少的质量 你看它每一秒发射十发子弹 十 每一颗是十公克 乘上m 十公克我们就把它改成十个负二 公斤 负号代表什么意思啊 负号就代表说 这个是减少 这个是减少的 dm over dt 现在是什么 是减少的 整个系统来说 它是减少十发子弹 对不对 好 你把这个 乘出来就是 50牛顿 i i就是向x的正方向 向这个方向 推的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项 我们现在 要求 加速度嘛 加速度那 加速度是这一项 dv over dt 就是加速度 好 我们要求这一项 这个已经求出来了 现在要求这个东西 要求这个 求这个 OK 好 那么 我们就把 你把这个式子先这么写 也可以 这个m都能除过来 dv over dt dv over dt 就是a a等dv over dt 等于m分之一 sigma f external 加上整个就是 thrust 好 那我们现在 thrust 已经求出来了 那 external force 的合力呢 那这个 我是没有 画出来 合力 第一个 你考虑它的什么 超距力 这还是要画力图 你把它画出来 然后 normal force 都在这里 正向力 这是接触力 因为它没有摩擦力 所以我们不需要 画摩擦力 所以它只有这个 那么这个加起来 要等于零 因为它没有讲 这个火车会跳起来 对不对 火车还是保持在 原来的这个水平面上 于是这一项就是零了 那么a呢 就等于m分之一的thrust 那么m是200公斤 推力是这么大 你带进去就得到 系统的加速度呢 是向x的正方向 每秒每秒 0.25公尺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漏斗 这个当中装了一些 颗粒的物体 颗粒的物体 我们就假定它是沙粒 它这个就从这里装进去 从这个地方吐出来 吐出来 它吐出率 就是每秒 多少公斤 它是dm over dt 掉落在这个 履带上面 掉落在履带上面 我们现在假定 dm over dt 是个定值 就是每秒放出来 吐出来的质量 都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要使得 这个输送带 输送带 以v的速度 等速 向水平方向移动 就是说 在移动的时候 速度是个定值 现在问你 你要用多大的力量 去拉它 才会 这个输送带 以v的速度 在前进 那拿到这个题目 你要怎么办 它要求什么 求水平力 对不对 求水平力 求力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又 把这个力的问题 分作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跟质量不改变的系统 这个力作用在这个系统上 你看它的杀力 是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什么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呢 那我们所用的动力学 就不是F等于MA 我们要用这个式子 第一个 第一个就把你所用的式子写出来 你写出这个式子 我就知道你会不会做了 千万不要做一个题目 你根据什么样的原理都不写 然后就是什么数字 乘来乘去 那种方法就是你们高中以前 使用这个方法 因为阅卷都是电脑阅卷 对不对 现在不是 现在是人脑在阅卷 我要看你思考的方式 看你做事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那么 有了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就处理它的这一项 External Force 因为它这个质量都是分布的 所以不太好画 其实还是可以画了 我们画质量的超距离 重量作用在质量中心 就是几何中心 MG 然后呢 就是接触力 接触力呢 有Normal Force 向上 垂直向上的 还有一个就是拉力 拉的力量 拉的力量呢 就是F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 这个全部的质量 并没有向上向下运动 因此呢 它就是 它的MG跟Normal Force要相等 所以这个等于0 那么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F了 就变成拉力了 好 这一项解决了 其次呢 我们就看它的 Relative Velocity 我们要看这一项 这一下你就看它的Relative Velocity是什么 什么叫做Relative Velocity啊 就是它改变的质量 改变的质量 可能是从本体里头出去的 也可能是增加到本体来的 像火线 它就是从本体把质量刨出去 这个地方的本体在这里 它的质量是进来的 从外面加进来的 OK 就是看这个加进来的质量 相对于这个地方的速度 你看它从这个地方掉下来 它没有X分量的速度 对不对 在本体来看呢 这个词典都是一项后取的 因此啊 它的Relative Velocity啊 就是履带速度的反方向 就等于这个 好 那Dm of dt 它是个定值啊 它只告诉你这个定值嘛 定值 还有V它也是一个定值 等数 所以DV over dt也等于0 所以你看 这项也做出来了 这项也弄出来了 这个也知道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值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M乘上0就是0 SigmaF External 就是F 然后等于 再加上 Relative Velocity 乘上Dm over dt 所以F就等于什么 F等于I 这个是符号 把它等到这边来 等于这个 你看V也是定值 告诉你了 Bm over dt也是定值 因此拉的力啊 就是一个定值 那你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书中带上的质量不是越来越多吗 为什么我拉它一等速拉它的时候 是一个定值的力拉它呢 那照理说应该力量越来越大才对啊 好像一部车上面 你质量不断的增加 那我拉它 一等速拉它 我力量是不是要更大呢 越来越大呢 好 其实啊 这里 它因为 摩擦力已经不算了 水平的摩擦力不算了 所以你这个系统的质量 只要一斤 F的力量拉它 让它从零 到达一个速度的时候 零到V 当然有加速度 然后到达V的时候啊 它就以V的速度啊 往这边去 因为它没有摩擦力 没有阻力嘛 所以一旦加速到这个速度以后呢 它就 没有阻力的话 它就往这边去 那你这个力只要干什么 只要把这个原来 从这里多加进来的质量 把它从零 加速到V就好了 每一旦加速到V呢 你就不要管它 它就以V的速度在动 所以 它只负责 加速进来的这一部分 因此它就是一个定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 火箭在外太空行进的时候 相对于地球的速度 是等于这么大 当然我们要找一个 惯性坐标了 我们把地球当作惯性坐标 它的速度这么大 好 当引擎发动的时候呢 火箭向行进的反方向 喷出废气 就说它 废气是往反方向喷出来 废气相对火箭的速度是 5.0乘10的三次方个 meter per second 这个是等于 relative velocity的大小 大小是这么大 它速度是 火箭的反方向 现在要问 当火箭的质量 只剩下它 起初值的 一半的时候 这个火箭 相对地球的速度 是多少 要求速度 它比 当废气的质量 喷出率 是每秒 5公斤的时候 火箭的推力 是多大 好 你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找出方法来解决 首先 我们看到有推力嘛 那你就知道是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对不对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它的速度啊 到底是 什么样的速度 那么 我们就不能用以前那个 什么等加速啊 那种来做了 那么 因为它有推力 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啊 推力 推力有加速度 对不对 然后 我们要看看 它推力的加速度 到底是多大 然后我们再来求 这个速度到底要用 等加速呢 还是变加速 好 现在我们首先 因为是质量会改变的系统啊 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系统 这个 这个 一定要记住啊 好 然后我们就 把这里头 各项先弄清楚 Renny 它起初的速度 它告诉你 起初速度是这么大 3.0乘10的三次半 我们把 火箭前进的方向呢 当作是R的方向 就是以地心为圆点 像半径以外去的 这个方向 然后 Relative Velocity 大小是这么大 它跟这个方向相反 所以是负的 这个已知条件 我们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来看 这个 F External 就是火箭所受的外力 这里告诉我们 它在外太空行进 那就是距离各星球 都很远很远的时候 因为这个 万有引力是非常小的力啊 它比电力磁力 要小的太多太多 所以在 在距离很远很远的时候啊 这个引力几乎都不算了 所以呢 各星球对它的引力都不算了 几乎都是零 所以这一项是零 这个是零 那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零 然后呢 这个就等于 MdV over dt V relative velocity over dt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两边都称dt 那这变成MdV 升上 relative velocity 称Dm 然后把M除过来 M除过来 这就变成DV 等于relative velocity Dm over M 所以这个速度的改变 速度改变 跟这个有关 你看 质量会改变 表示速度也在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用等加速来做 你不能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等加速度来做 好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式子来做 两边都积分 DV积分 这边呢 relative velocity 是一个常数提出来 然后就是积分 Dm over M 所以Mi就是 initial mass F就是 f就是 final mass 起初质量 跟后来的质量 这两个一积分呢 这个就等于 Vf 前Vi Vi拿到这边来 这个就变成 relative velocity natural logarithm Mf over Mi 好 那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Vi 这个 relative velocity 是这个 log natural logarithm 后来的质量是 起初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mi over mi 你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 它的速度 就是朝 地球 就是 半径的方向 往外 飞 每秒 六千 五百公尺 对 火箭的推力 火箭的推力 就算这一个 你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式子写出来 然后把数字带进去 听到 你一定要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然后再把数字带进去 你不要不写这个式子 就带这个式子 就 就 就这个成那个 那个成这个就出来 不可以这样子 OK 这一章我们就 到此结束 那再来 我们 就看 第九章